紅衣婦人跪地磕頭 聲淚俱下 祈求媽祖幫忙 連額頭都受了傷 卵叫往前靠近 傾聽婦人心聲 會這麼激動 都是為了因車禍受傷 還躺在病床上的女兒 人群中也有不少香燈角 帶著兒女一同靜香還願 林先生表示 過去長子罹患心臟疾病 曾祈求媽祖減輕孩子痛苦相當靈驗 長子因病逝世後 神奇事情再度發生 十一年前因車戶癱瘓的蔡先生 也在兒子陪伴下 出門迎接媽祖 讓我看能不能說能夠找一點好這樣子 白沙屯媽祖所到之處 信徒夾到歡迎 更有不少人前來許下心願 會一路跟隨要向媽祖還願 載訊中部做不到